全油管最快新闻,中国男篮在与菲律宾的比赛中遭遇失利, 米凯尔接受小巴采访,谈到了比赛中第三节的崩坛情况。 他表示,对手竞胜20分,连续命中三个三分球, 我们也没能阻止一些困难的进球。 他还称赞了菲律宾球员克拉克森的出色表现。 谈到中国队,米凯尔表示虽然困难, 但他对球队的未来感到兴奋,认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 他希望继续留在中国队,并希望球队能够取得进步。 这场比赛的失利将为中国男篮的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